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老成都名厨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 烧纸鱿鱼虚 这道美食的主要贴点 肉馍汁香 鱿鱼口碳脆爽 现在我就给各位好朋友分享这道 舍香味居家的家常美食 先给各位好朋友介绍 今天所用的作料有 姜蒜 皮鲜豆瓣和摘碎的泡海椒 另外有三起开的千甲肉末 裸袋的香葱 现在我们把豆芽去头掐位 等一下我们就把这处理好的银芽 用来打地 现在我们把超市买来的鱿鱼虚 盖盖刀 因为鱿鱼的锁水厉害 因此我们稍稍盖大一点 盖好后我们装入盘中 现在热水下入 我们盖好到底有余需 给入适量的料酒 水开后打开两分钟 我们把它打捞起来 并控干其水分 现在我们开始制作热锅冷油 首先下入我们摘好的肉馍 给入适量的料酒 使用中小火焯干肉馍水分后 我们给入适量的生抽 给入生抽后 我们把火稍稍转大一点 抹炒香后 我们打捞起来 现在锅中给入少许的油 把我们的银鸦 稍稍地炒一下 在炒的过程中 我们给入适量的食盐 打开炒到七八成熟 起锅 现在我们开始制作 今天我们使用混合油 热油后 我们首先下入姜末、蒜末以及皮线豆瓣 和我们的泡海椒 现在我们使用中大火快速的翻炒 把它们焯香 焯出色后 我们就给入适量的清水 给入清水后 我们就下入超过水的油浴 现在我们把火稍稍再转大一点 我们调调味 首先给入适量的焙烫 少许的胡椒 再给入适量的生抽 蒸泻提味 另外 我们再给入少许的香醋 同时 给入适量的味精 或者鸡精 现在下入我们炒好的哨子 下入哨子后 炒大概两分钟左右 我们就分多次 勾入二六千 一旦知名油粮 倒入我们的香葱葱花 经过简单翻炒后 灌火起锅 滴锅后 均匀地交在我们大地的银压上 各位好朋友 一道色香味美的家常美食 烧子有余虚 制作完成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好朋友的耐心收看 请记得关注 点赞 分享 收场 咱们下个视频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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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